大家好,东北斯老师 今天是12月22号 我们当地啊 现在连续三天阴天,两天下雪 这雪现在还继续在下 因为现在这雪,满天的雪花 这有的朋友啊 对这个零费用 不用煤不用电 只有墨子墙吸收阳光驱暖大棚 还是持有异议 今天再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用墨子墙吸收阳光这个实验棚 这是第二年 这连续三天阴天下雪 是什么状况 再有一些问题 给大家在现场做一些解答 我们现在已经连续三天阴天 两天下雪 这雪还在继续在下 这桌就是不用煤不用电 零费用 利用墨子墙吸收阳光驱暖的大棚 就赶上下雪天 不管寒风雨下雪 我都得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现在我进这个棚啊看一下 现在这个棚的实际情况怎么样 现在你看这老人来给我开门来了 上次有的朋友啊 就是有老人来给我开门 就说老人穿的多啊 是个棚啊 是不是假的 这个不是 你看这老人穿多些 这都从外面进来了 这穿少能行吗 这没有太阳啊 这底下就是开了点 那现在这雪都清下来了 那现在这雪都清下来了 跟他们那个气游机吹的 啊 上午放风了 上午晾的 放的 上午晾的 上午晾的 放的 那就别揉了 别揉了 你别不能这么放 总这么放不行 这个温度放太低了 看这用电量 这用了486度 二年用了这么多 你看这门口的温度计 现在是零上五度 你看这老人呢 来给我开门 所以说他穿的多 上回有的朋友信真戏 说那个老人呢 穿那么多 五那么颜色 我们东北冷没办法 在外面就得穿那么颜色 就得多五 因为他被开的 要那个时候也有零上十度 我问他他说零上十度 这个大棚 没有硬核取暖设备 那他这个棚啊 今年又种了草莓 今年草莓啊 就是由于建棚啊 草莓种的晚 所以说草莓这个季节 还没下来 去年这个季节 都快下来了 那现在草莓也开花了 这现在这疫情啊 有疫情的时候 控制 有卡点控制 外地人进不来 这现在放开了 这自己又没法走了 到处都羊 所以说这谁也不敢走了 所以说这更没法来了 这有的朋友啊 还持怀疑态度 这个怀疑态度是正常的 因为这一块啊 一个新生事物的接受 它必须得有一个接受的过程 现在这个东西呢 就是靠这个墨子墙啊 大家都真是都怀疑 靠这个东西啊 能不能把这个棚啊 这冬天坚持下来 这是今年是第二年 去年已经坚持一年了 好了爷们 停一下吧 这棚啊 这是单程棚 这已经都打开了 为了透光 尚未亮了一下子 要零上十几度 现在就是打开了亮 亮凉了 这天打开之后 没有阳光啊 所以说这个棚啊 温度它就不上升 种了一排四的 这个试验棚 所以说这些东西都在做试验 再一排竹子 这竹子去年呢 去年就插了一根棍 今年也看 长得就挺旺盛了 这种的芭蕉树 核心就是这个墨子墙 今年这个墨子墙啊 有得到了改进 那个墨子墙板的出现 取代了这个墨子墙 这个墨子墙板呢 一个是安装方便 吸热转换效果好 再一个呢 解决了这个墙面啊 墨子墙面太大 开裂的问题 你看这墙也开裂了 这影响棚的使用寿命 这些老弟它有裂 动裂的地上 它年年动裂 你看看 这开了之后呢 这也透风挂霜啊 再一个也影响它的使用寿命 今年这个墨子墙板 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没打圈凉 没打圈凉 它能不裂吗 你要打圈凉 这个墨子墙裂不了 是不是啊 当初做实验棚啊 做的为了节省材料 就少了一道工序 这棚膜啊 是单层膜 背是双层背 所以说背放下来之后啊 这里棚里就能保住温 但是打开之后啊 这个棚 这个膜膜啊 没有阳光 它就是往处散热散得快 现在来看 如果要是不打开棚背 连续三天 这个室内温度啊 还能保持在十度以上 现在还有的朋友说啊 这晚上温度达不到 就咱们夏天也是 你看白天温度达到三来度 晚上呢 我们东北也就是十几度 二十来度 所以说这个温差 种菜还是没问题 有的朋友啊 就说是个夜间温度的问题 这个夜间温度 它就是靠这个 这个棚啊 你看看这 都有一定的弧度 都那个设计啊 都有一定的角度 这个这个墨子墙呢 西光呢 产生热量 往上循环 循环的走 地温升的快 所以说夜间呢 就靠那个 施放地温 保持那个棚内的温度 再一个做养殖棚 用不了那么高的温度 所以说这个这个棚 用在养殖棚上 也非常成功 但是呢 做浮化棚不可以 因为浮化棚啊 是横温棚 做养殖棚 这个棚还是没问题的 这就是棚的核心 就是这座墨子墙 就用这座墨子墙 吸收阳光驱暖 但是这个棚呢 它是经过精臂的计算 这个精度纬度 那个具体的方位 经过那个科学的计算 那个在那个冬天的时候 这座墙 阳光就全部能照射到 激光 那个转热的效果非常好 这白天的温度太高 这个上面通风口 就得打开放放气 一个是放那个放热气 再一个放湿气 不至于让它那个 湿度过大 还有的朋友啊 问呢 这个墨子墙 能不能用在咱们那个 家庭的那个屋里 这个墨子墙本身 它不是发热墙 就是说这个 现在民用这块 还是设计不到 再还有一个朋友啊 那个问 那个旧棚改造这一块 由于建新棚非常多 这一块暂时呢 现在没有量产 旧棚改造 现在暂时还没有设计 旧棚改造怎么改造 这就是来年的任务了 今年的任务 还是建新棚 大家对这块呢 走得有疑 那是正常的 有毛泽东主席说过 实践是检验这里的唯一标准 这个东西还得经过实践 不是咱们说 咱们想象的 这里它也必须得有一定的技术含量 这才能达到这种效果 好了 今天的分享啊就到这儿 大家对这块还有疑问呢 还有什么问题啊 请在我评论区留言或实信 好 今天就就到这儿 咱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